這個節目是貢獻給社會 分享我的視頻 我覺得我要的資訊想和大家分享 越廣泛的平台就越好 我是不收錢也不收錢的 這個節目 如果覺得有教育性就更好了 大家好 這個星期我想講一些 比較上科學和哲學有關的問題 不是說喝喝吃吃 又不是直接講經濟或者政治的問題 肯定全部都是相關的 不過先講科學 最近我看到一些新聞 其實都是去年9月10月已經開始說 但現在又再多了一些觀察證據 就是變成大新聞 就是有一個在Cambridge的Astrophysicist 就是天體物理學的教授 就叫Niku Madhusutan 是一個印度裔的科學家 他就帶領一個團隊 他利用美國NASA射上太空的那個叫做 通常的人叫做JWST 就是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去做一個觀察 他就觀察到有一顆的星球 恆星不是星球 是planet 這些叫做Exoplanet 就是不是銀河系裡面的 就是距離我們124光年的另一個星系 有一個planet的名字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叫做K2-18b 這樣的一個太陽系外星球 好像它比地球大兩倍半的 就是體積 但是重量就是估計是8倍 就是一個大一點的一個星球 就從這個光譜的分析 全部都是spectrometry 是靠看光譜而分析它的chemical composition 看它的化學成分 就發現到它有大量的methane 和carbon dioxide 我想好像是說Exoplanet 找到methane都是第一次 這些是organic的 就是有carbon的東西 這個就似乎是顯示它很有機會 是有液態的水海洋 水就是H2O的海洋 就不是其他chemical的海洋 也都是認為有證據 它是有氢氣的大氣層 不是氧氣 就是會有氢氣在大氣層裡面的 而今次最重要的新發現 就是它們找到Diamethyl sulfide DMS 就是那個symbol 簡稱那個chemical的名稱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 因為這個可能是有生物存在的強力證據 因為這個一來在任何的外太空的星球 沒有找到這個chemical的存在 而在地球上面 就是有的 地球上面這個 Diamethyl sulfide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這個 所謂的phytoplankton 就是浮游植物 就是那些elgie 就是我想最後做了來做紫菜的那些 那些浮游生物就會釋放DMS出來的 這個Mathusutan教授 其實我見過那些訪問 他不是一個很誇張的人 他是一個很踏實 很小心的一個科學家 他就說還要多幾個時間去觀察和分析 其實他是9月那時候好像做了一些觀察 那就不夠多data 不知道3、4月他又再做一些觀察 就不知道把JWSC指著那個星球 應該是8個小時 那就收到更多的數據 那就去分析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再多些數據分析 還是再找方法仔細分析 其實你只可以證明真的有DMS的存在 那當然你124光年說遠就不是遠 說近就當然不是近 就是浩瀚的宇宙裡面 有些東西是距離你一個billion 兩個billion light years都有的 那所以124我想算近輪的了 就是在宇宙來講 但是不過你的火箭速度這麼慢 那就是很難去得到 那所以你直接觀察就不可以了 就是更直接的觀察 那你只可以就是靠一些光譜去分析 那如果證明到是真的有DMS的話 那我想 然後我猜你就要 再想一下有沒有其他方法會製造到DMS 例如methane有些人說 不只是生物會噴methane的 那這個火山爆發都會的 那可能某些的星球又有火山 那它的地底如果是moltan或者有些什麼噴出來 那可能包括methane 那但是DMS我不是專家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除了這個浮游植物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是會產生出來的 那我想他們就是 未來幾個月就會研究這件事情 如果是排除到其他可能性 那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證實到 有外太空生物的存在 那就是we are no longer alone 那這個真是很深遠的意義在這裏 有人形容說如果這次發現是成真的 這個matu-sutan教授 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出名的人 所以我就預先在這裏說定 In case他真的成功 那大家都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這個科學家的存在 那當然就算有些是類似 phytoplankton的生物在這個外星球上面 K2-18b就算是有的話 那都不等於他有好像三體 或者很多其他科幻小說裡面的 就是高智慧的外星人 那相距甚遠 那也都未能夠解答到 就是有一個叫做fermi paradox 就是說這個可觀察宇宙 這麼大這麼多的行星 這麼多的星球 那沒什麼理由 只得地球才有生物的 算是他有些estimate 就算高等的生物 應該都有一個挺高的概率 那為什麼我們見不到他 那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三體那個科幻小說 或者現在成為了 國內又有 美國又有這個電視節目 就是裡面說的問題 其實是有外星人的 高智慧外星人 但是不過他可能又不想見到你 還是可能你又不夠時間去探測到他們 我想你發現了有低等的生物 已經是很厲害的一個突破 但是都未解答到為什麼你見不到高等 暫時來說 當然如果你發現了低等的話 那你就開始想想 如果假如時日 那他都很有機會會進化的 to extend 進化這個過程 又是一個比較universal 就是在不同的生態環境裡面 都會有這樣的趨向 有這樣的傾向是會進化的 Anyway這個是驚天動地的 如果在外太空找到生物的話 人類有無窮的好奇心 幾千年來不停探索 和企圖解釋 就是宇宙奧秘 不講那些神話 宗教方面的解釋 直接跳去 牛敦 真的很偉大的科學家 他的定律 就是law of motion 123那些 到現在基本上 無論你是開車 還是放火箭 都是用那些 待會我會再說 要不需要用這個相對率的修訂 大致上很多時間 是未需要的 因為我們沒有走到近光速那麼快 所以這些的修訂 是不太需要的 當然 他不是完全正確 後來人們就 好像看到一些 細微的跡象 就是無論那個 麥格爾森·摩利 experiment 還是說 那個就導致 有些人猜 有些人不太多 可能沒有Easer的存在 或者 為什麼光速和其他的速度不同 為什麼他永遠不同的觀點角度 都是不變的 還有他為什麼似乎是一個永恆的 所以最厲害的Einstein 他就用這些inspiration去發展了他的 就是 合意相對論出來 就是special relativity 然後他再想想想 就是這個gravity 他也想到一個很不同的解釋出來 和這個Newton 他就不是一個force 而是一個space time的 一個curvature 一個幾何的問題 也都很成功 後來也都有無數的觀察 就是這個 看見那些星星的位置不對 那很多東西distort了 或者是近年 實際上有人找到gravitational wave 那就是 有無限那麼多的證據 是證明他這個解釋 就算不是完整 都是比Newton那個更加準確 和更加 可以說是深層次一些的解釋 就是因為這個relativity 尤其是這個general relativity 就簡直是會預測到black holes的存在 或者解釋到這個big bang 就是宇宙大爆炸的來源 這都是他的theory裡面 是predict會有東西 就是再說有white holes 甚至乎有可能會有parallel universe 什麼什麼的那些 那就是都很厲害 但是差不多同時期 當然這個Einstein也有份去發展出來 就是quantum mechanics 那這個只可以說 比相對論更加深奧 和更加成功的一個理論 就是他無數的experiment 是證明他是準確到很重要 不知道十幾個定點位都是準確的 那但是他那個implication 就令到科學或者metaphysics 形象學或者哲學 甚至宗教上面都產生很多的困擾和疑團 最核心的謎團就是所謂的measurement problem 就是那個或然不準確 充滿不確定性的 充滿或然率的量子世界 那為什麼他會有一刻突然間是 所謂的wave function collapse 令到你在這個macro的世界 這個宏觀的世界 是只見到一個outcome 即是無論你說光子、電子、什麼子 都寫過所謂的double slit experiment 那明明他整體來說 那個distribution好像浪 那樣不像一個particle 但是如果作觀察的話 它是discreet的 就是每一個particle 就是所謂的wave particle duality 那它什麼時候哪秒鐘 由這個uncertain的quantum世界 突然間collapse了 變成macro世界的一個definitive outcome 這個mechanism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什麼時候發生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哲學上面 甚至乎超越科學的解釋 那麼最出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scholdinger's cat 那個paradox 其實scholdinger就是 自己弄完那個equation出來 它都覺得好像很矛盾 所以想了這個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如果你是量子 有個mechanism 控制方不方 就是生歪毒氣還是什麼出來的 那麼你還沒measure它之前 那隻貓到底是生還是死呢 那麼其實那個 從quantum mechanics的答案 就是說那隻貓既非生又非死 是一個superposition 那麼這個都講了一百年 那麼沒有人有一個完美解釋 那麼有些企圖解釋 那些什麼efforts 什麼many world explanation 就是會導致是有一個multiverse的一個概念出來 就是說其實它並沒有collapse的ray function 只不過它分散了 那麼有一個理在這邊看到那顆particle射了去右邊 有另一個理可以看到那顆particle射在左邊 那麼就是那個世界不停分裂出來的 那麼這個當然現在電影啊 很多科幻小說都有這樣的構思 就是關於這個multiverse 但是這些都不是開玩笑的 那麼就是就是 是令人很難去理解的 那麼就有些人就誤解說這個Einstein 就老來就頑固了 所以他就famous說 God doesn't play dice 這個世界沒有理由是uncertain的 其實一定是有些東西是deterministic 是必然的 那麼當然就是最近又是說回三題 那麼就是那些人都現在知道 就是就算不要說這個quantum世界 就算一個classical 一個newton的世界 其實你只要三個差不多大小的物體互相牽引 其實它那個trajectory 它未來的演變 都已經是數學上面uncertain 就是你不要以為 說newtonian physics裡面 就一切的東西都可以預測到 其實數學上都不簡單的 都預測不到 莫說說如果你有這個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 更加是fundamentally是想不到的 但anyway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Einstein老來頑固就不肯接受 其實他是很aware這個問題 就是photoelectric effect 是他發明的 他拿下個月長的效果 其實他就是發明photon的 所以其實量子世界 他是一個主要的理論創立者 但是他不願意接受 其實他是對這個 尤其是quantum entanglement 這個量子糾纏的phenomenon 他自己很疑惑 就是為什麼會無限距離遠的兩顆子 其實還是有些互通有些信息的 雖然不是直接回來了光束極限這件事 但是都是好像冥冥中 他們自己有另外一個方法 去大家連接在一起 很uncertain 很惆悵 所以famous在1935年寫了兩張很出名的paper 一張是他跟兩個其他作者寫的 叫做Hodowski and Rosen 他就是Einstein 這個EPR的paper 就是講這個量子糾纏的事情 他就有些假設說 可能他們有些local hidden variable 其實他們有些暗渡陳倉 他們communicate 你看不出來 但是當然famous後來有人設計了一個 叫Bell Theorem Bell Inequality Test 而到了2022年有三個科學家 做了一些實驗 證明是沒有local hidden variable 因此拿了諾貝爾的物理獎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實驗 或者證明了原來無尖無線 它兩邊真的有些你想不到的方法 去互相聯繫在一起 有些人這十幾年來 String theory的人就指出 其實當年他還寫了另一篇paper 沒有那個Podolski 都是跟Rosen合作的 這個就叫做ER paper 裡面說的就是 就是隨著這個general relativity 就會估計 說會有這個 所謂叫做 Einstein Rosen Bridge的存在 現代的語言 就叫它做wormhole 叫它做蟲洞 就是有兩個 宇宙隔得很遠的地方 可能經過這個蟲洞 是會連接在一起的 不是那麼簡單 一些東西不是那麼容易穿過去的 但是科研小說裡面就是這樣說 現在有些人 hypothize 就是說原來這個ER 就等於EPR 其實在說同一件事情 就是quantum entanglement 和wormhole 可能是很密切的關係 或者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再說一次 Einstein很偉大的 它不是不懂quantum physics 它是有些很fundamental的猶疑 而到現在還是valid的 其實 但是無論如何 理論歸理論 假設歸假設 但是最重要的是 科學一定需要實驗 和觀察來證明 所以其實過去 差不多一個世紀 自從發明了這兩個很偉大的理論出來 就是quantum mechanics和relativity 其實就成為了一個 差不多一個牆 大家突破不了 它兩個都很準確 但是呢 就無法協調 無法合併 成為一個理論 最大問題就是relativity 就不可以quantize 成為另一種quantum field theory 這個就擾讓了差不多一百年了 最後那三十年 就是Einstein搬去美國之後 其實就想了三十年這個問題 都是解決不了 後來就很多理論去解釋 包括string theory m theory 又企圖 quantum gravity in various forms 就是modify newtonian dynamics 現在還有很多人想的 但是全部是沒有實驗證據的 所以大家都很frustrated 很有挫折感 因為就是無法解釋 數學上面都不行 就是把它怎樣拉起兩個theory 那麼多數人呢 就認為這個relativity 就是沒有那麼基本的 就是一定是 就是某程度上 quantum mechanics 是適合過這個relativity 所以近這十幾年很多人懷疑 甚至是space time 我們就是見到這個實體世界 認為這個是一個emergent phenomenon 都是湧現 就是不基本的 時間都不基本的 這個空間都不基本的 就是可能on a very basic level space time都是 就是應該是quantum 就是不是好像我們感覺上那樣的 但是說而已 沒有人做到一個理論是 就是再修訂回這個相對論 就是是不是反過來 是不是同樣地 like I said 這個measurement problem 這個quantum physics 都很難解釋 可能真實是兩者之間 或者是再有一個深層次的理論 是解釋了兩項東西的 I don't know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人類已經很偉大的 就是我們坐在浩瀚宇宙上面一顆塵 我們是井都不是 來觀天 讓我們想得到這個相對論 和這個quantum mechanics 已經不錯了 就是maybe it's not meant to be 由人類去解釋在深一層 或者無限層的宇宙奧秘 就是我們可能不應該這麼自大 這麼驕傲 你那個觀察點這麼小 可能你根本就不可以解釋完 就是最後所有東西 包括dark matter dark energy 或者是最後的宇宙是怎樣終結的 會不會終結的 assuming你開始 你承認有開始 但是開始是怎樣 大家都還有很多討論的 還有很多辯論的 但是anyway 很多科學家很聰明的人 就是想了很久了 他們想不到 不少是轉行的 其實有些是聚了Wall Street 有些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最出名的那個就是renaissance 就是這個很大的量化基金 那個創辦人叫做James Simons 那個就是原本一個很出色的 極出色的數學家 他的理論也有形容到物理學上面 另外一個近期很多東西說 但是他不是這麼結出的 他曾經是Field Capital的managing director 那個叫Eric Weinstein 他都近這兩年都經常在YouTube出現 說他對這個現代物理 很多理論的一些意見和批評 另外有些是投身去Silicon Valley 以及去實用軟件的方面 那些成績是很卓越的 最出名最成功的那個就是 叫做Steven Wolfram 他很多十年前 他原本都是一個理論的物理學家 theoretical physicist 但是後來他發展了一個 現在全世界由物理到科學 任何branch 到就算金融都用的 就是mathematical 一個數學軟件 就是幫你解決很多differential equation 做很多東西 那個就靠那一劑都已經發達了 後來他也有很多其他實用軟件的貢獻 現在他又回歸基本步 他又在想一些很特別的物理理論 來去又是企圖解決這些很fundamental的problem 關於quantum physics relativity 那個很出名的 另外還有一個稍為沒有那麼出名的 就是也都發達了 就是Microsoft以前的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就叫 Nathan Merfeld 那他以前是學物理的 讀完PhD 應該是美國人 那他去了英國 最出名的就是幫了Steven Hawking做助手一年 就是他幫忙 就是一來是他的postdoc學生 另外就是應該幫他 就是他發明一個對現在來說很primitive的 就是那個發聲那個系統 就是Steven Hawking那個病 Ul-Garrett 就是令到他越來越差 就是越來越沒有mobility 說話都說不到 那後來就要靠這個電腦幫他發聲 那那個系統 那兩個系統就是Nathen Merfeld 是幫他設計出來的 那那個後來去了Microsoft做了一輪 那又快了達 有沒有貢獻我不知道 但是不過就退休了 那後來他就寫不知 寫Codebook很喜歡 不知道搞barbecue 還是什麼 那就是他很科學化的 寫了不知多少 很多食譜的大傳 那又鑽研這個barbecue的學問等等 但是anyway那這些是其中一件事 那推而求其次 就是我知道有些可能得罪了 有些有些其他的科學家 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都很傲備 就是生命生物的傲備 那這個都非常吸引很多聰明的人去做研究的 那加上還有就是這個所謂consciousness 那你的主觀認為這個世界存在 就是這個無論你是這個Decard 或者是這個莊子 以前都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的主觀感覺 和那個客觀世界的存在 其實是一個永遠糾纏 分不清的一個討論 就是未必這麼簡單 但是有些人甚至會認為 就是quantum physics by definition 你都是involved observer 那怎麼會是一個observer 是不是一定有生命 是不是一定有consciousness 這些現代的物理學家 大部分都是否定的 這個observation不等於 一定要有一個conscious being 但是某程度上這個難題是存在的 我認為 所以這個生命奧秘都不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客觀地來看 你由1953年 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 解釋了這個DNA Double Helix的Structure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成為了一個工程 工程學 所以就叫做Genetic Engineering 你知道這個Structure是怎樣 那你是怎樣manipulate 怎樣理解它就容易了很多 所以1990年的時候 主要是美國領導的 但是叫做國際合作 就是一個叫做Human Genome Project 就是map out 要去排列人類的基因 其實最後原來發現 都是那個project的頭 他自己捐了自己的基因出來 排列了他的基因 那時候花了13年時間 去2003年才是成功的 但是到了現在 哇 就是這個技術 就是日益進步 突飛猛進 現在是五個小時都不用 就可以map out一個 我想任何生物的Genome 包括人的Genome都可以 所以雖然你說 我以前也說過 雖然你說COVID 那時候中國隱瞞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其實是破紀錄這麼快 當中國正式承認 找了COVID的Virus出來 我記得是兩個星期內 已經是把整個Gene sequence 是upload了上去互聯網 所以後來很多 全世界的科學家 都是對著那個structure 來去作出反應 去研究疫苗、藥物等等等等 所以現在的技術是很厲害的 然後2020年的諾貝爾 這個醫學獎 就給了Jennifer Donner 和Emmanuel Charpentier 他們另一個重要發明就是 CRISPR的Gene editing 的一個方法 就是怎樣去manipulate 去改變 就是展緝 任何的基因排列 這個很明顯就是 有些人認為 開始playing god 你是在扮演上帝 你是在改變 說得好聽 你就是加速著 這個進化 就是生物的進化 但是你固然可能 你會是用這些技術 去製造到一些 大力一點 健康一點 聰明一點的人類 或者生物出來 但是你搞得不好 如果你亂來 就是烏鷹混的人 還是 這個 不知 Gorilla 加人的手臂 那裡 你可能 是達到某些效果 但是基本上 我們會叫做一個 monster 一個怪獸 一個Franconcern 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其實這個 at day and day 是一個molecular biology的層面 就是不是去到quantum physics 那麼基本的 所以我絕對相信 你是可以play god 去到程度 就是發明一些 全新的生物出來 但是不過幸而 在這方面 人類的法律 是管制得比較嚴 也很明顯 馬上碰到很多道德 就是這個 安全性問題 或者是倫理 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 全世界的國家 其實都管得很嚴 當然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幾年前 中國有個科學家 說 我 我寫了一個gene 令到有些 不知什麼 就是這個 未出生的 胃胎 都不知道 沒有機會感染到 不知HIV 還是什麼 初初中國都說 他很成功 應該推他參選 綠議長 那些世人馬上 打罵 然後那個人好像 坐牢 那樣 那後來他出了牢 他真的很蠢 其實他 申請高財通 來香港 拿到之後 他還開幾招 我來香港了 但是香港馬上就跳起來 哇 那個人剛剛放牢 為什麼放過這種人來 應該 revoke了那個 就是來香港的權利 有沒有要坐牢 那我不知道 但是anyway 就是 中國都很小心 就是現在 對於這些 就是genetic engineering 就是你扮演上帝 去到什麼程度 那樣 全世界都 都是有不少的控制 那其實就是全世界的 大的藥廠 就是美計 小的biotech company 都投資很多 進去科研的 那有些是投資18至甚至50%of revenue 下去做科研的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是genetic engineering 但是 數目都是說幾十億美金 至可能甚至過8億美金做科研 都很厲害的 但是不過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是扮演上帝 就是你怎麼做出來呢 那個都是carbon based的一個生物 他厲害也有個譜 就是可能聰明過人類 或者大力過猩猩 大力過獅子老虎 很多都不出奇 不過他不可以叫他做一個super being 我覺得不可以叫他做一個神 那今天最想說的第三部曲 就是AI就是另一個動物 AI就是 首先他沒有那麼多的法律限制 所以基本上現在都沒有什麼guide line 怎樣去管他的發展 就是安不安全 就是他們自己的企業 很多是他自己控制 雖然white house給他的guide line 中國歐洲歐盟那些都在研究著 regulation 但是那個管理程度 絕對是和genetic engineering是無法比較的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我們quote一個以前很偉大的科幻小說家 in various states 現在都越來越多人說 就是說 其實AI呢 可能我們不是playing God 我們不是扮演上帝 我們是製造上帝 我們不是要信仰拜仰拜奉上帝 我們是要 我們的責任原來是製造上帝出來 那AI很明顯就有這個美度了 即however you define God或者上帝 我覺得這個上帝就不是好像西方宗教一個全能的主 因為他頂隆在地球上面暫時 未去到整個宇宙 那很明顯 如果你相信上帝是無窮的力量 他製造這個宇宙出來 那他的力量要大過宇宙才製造到這個宇宙出來 所以我覺得呢 現在我們在玩AI 在奔向所謂的AGI ASI 就是像中國宗教 無論是道教還是佛教 或者他的源頭 印度教的那一種 是滿天神佛的那種 即是某些東西 他是比人類厲害 但他未必是一個全能的單一的主 就好像猴子精 孫悟空 一個關斗十萬八千里 當然比奧運那些金牌得主 就算是體操那些 那就值得我們拜 那我就拜一下他 那就是 你中國的東方 很多宗教有無限多個 你認為的deity的神 但他不是全能的 這個可能是天眼通 那個式 非天那個式遁地 有些人比人類 已經是被膜拜了 那AI就這麼味道了 我覺得AGI是一個模糊的定義 那他不會是說 短期內不是讓人類厲害 但很明顯電腦計數已經快的人類了 那可能他懂的東西 現在去檢查GPT4 或者以後 4.5 5.0 那些parameters 是說去到trillion 他知道的東西 一定是知道多個個別的人 這樣 那就比你厲害了 但可能他 但是他 偶爾是像我們 幼老多一點 沒有這麼做一路 反而用GPU計數 沒有那麼準確 或者是他 他幻想多 這樣 那有些他就不夠你厲害了 還有他暫時 他沒有一個borderly experience 是不是 就是我們真的是 機械人的發展 比AI 現在所謂的LLM 都是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是他認識的世界是小文字的 那文字當然是一個濃縮了世界經驗 那就是你跟盲人說 天是藍色的 那但是他都沒有直接感受什麼叫藍色 他只會有個字叫龍色 這樣解釋 那電腦一遇 他知道這個天空是藍色 但是他沒有一個直接physical的感受 那當然未來可能那個training 會做multimodal 怎樣怎樣 那所以我覺得呢 人類 就是現在搞AI 又是一種很sexy 很大的吸引力 那我覺得這個呢 對於說回 投資來講是重要的 那因為近這幾個星期 當然就是 AI或者technology 有些股都有些回調 就是曾經一度 NVIDIA都跌下去 所謂bare market 曾經由頂跌到下去 跌了不知21% 那當然現在就開始有些反彈了 那就是很多人都會說 哎呀 會不會AI又好像metaverse 會突然間脫底 原來呢 沒有什麼用的 沒有cooler app的 沒有consumer killer app 起碼 那會不會突然間的人就縮 就不投資那麼多 那就全部倒閉了 那當然有什麼可能的 那其實現在都有一些調整 不過再想清楚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大的調整 或者是崩潰這個夢就破了 我覺得不像 未必 因為它的性質是不同的 因為你 首先你的感覺就是 它的用途會廣泛得很厲害 就算你找不到這個killer app 其實這個可能錯了方向 就是它可能是滲透去所有application 改良它 不只是單一一個單獨的application 第二件事就是很明顯它是 所謂的enhance productivity 它是增加的生產力是更有效 就是美其名 其實意思就是可以炒很多人 或者你不用請多些人 但是一個人做五個人的工作 那尤其是威脅的是白嶺 那這個就算不開源 都會幫很多企業截留 那看到現在繼續 無論Big Tech的銀行那些consultancy 都開始炒人了 繼續炒人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這個AI 就算現在這麼早期的技術 已經是幫助到他們可以截留 那這個已經是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那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那已經是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就是 你不應該找這個consumer killer app 我以前也說過 硬件是重要於軟件的 在這個AI世界 所以NVIDIA才這麼重要 那你也不要搞錯 它只不過是第一層的產 你炒完那個產 炒完牛仔褲之後才炒到金 也都沒有人靠金發達的 其實我很有感覺 NVIDIA不僅僅是一個產 是一條牛仔褲 它也是那塊金 因為在一個AI世界 是不需要很多軟件的 不需要再學Python 這個Jensen Wong也說過 它的interface就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或者是machine to machine 根本不用經歷你的人 所以其實就是 你整個概念的paradigm都改了 就是好像你人那樣 固然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天生是不是天才都重要的 就是譬如你三歲五歲 有些音樂奇才 還是數學奇才 很明顯不是說 有人教得好那麼簡單 天生是這麼厲害的 所以硬件是重要的 在這件事裡面 我覺得AI也是這樣 所以就是 根本你很短期 可能已經看到有些效果 就是like I said If not 開完 起碼截流 這個就已經很重要了 第二樣就是 你感覺上那個成功點 那個終點 就是比較快就到了 like I said AGI 有些人樂觀者股兩三年 悲觀者可能說五年十年 還有最重要就是 根本不是一個well defined的end point 怎麽是define AGI 是很複雜很fussy的 所以你有些事情 他是很快就做到 比人好很多很多 有些事情就要長一點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情況下 沒有人會放棄 因為你覺得好像很接近 就是這個 以前很多年 很多個月前 一年就都說過 這個是一個 甚至可能是一個死亡競賽 大家一起衝向原崖 但是沒有人會停 越近的原崖 風景越漂亮 然後你最後可能發覺 原來所有參賽者 無論是人還是賽車 原來是鐵鏈綁在一起的 就是一個 鬆了下去 原來可能拖著所有人下去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都沒有人會放棄 企業曾經不會放棄 各與各之間的競爭 更加不會放棄 所以這個是第二點 就是很吸引的 就是你覺得好像很接近 那誰會放棄呢 三幾年就到了 那第三點 其實我今天特別想highlight說的 就是這個競賽 to create god 就是太過吸引了 還有你現在最主要參賽者 就是先說美國佔了全世界 60幾%的AI的投資 最主要的幾間大企業 是他們出的錢 是多過政府 很多很多 每間是投資 少者是400億 40 billion 今年 就是Facebook那些 西間一些 大那些就是Microsoft Google 和Amazon那些 只是第一季度都投資了 有些12個billion 有些14個billion 那你乘回出來 是五六十個billion 真的很恐怖 而且是高速增長 今年和去年可能是增長了兩成至四成 而他們個個都說 明年 2025年會繼續再增大那個投資 那我覺得你想想 就是說 那你不怕 如果賺不到錢的 沒有應用 那會不會立刻被逼cut budget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 在疑惑的情況下 是小一點 為什麼呢 首先這些公司 剛才說的那些 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年輕的公司 他們的創辦人 其實還健在 就算Microsoft Bill Gates 都是六十幾 那他在幕後 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那你Google 那兩個創辦人 Larry Page 和Sergei Brin 都是很年輕的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Elon Musk 都是在這件事裡面 很重要的 他都在搞Tesla 有AI 又在做X.AI 出來 那他就是 以前和Larry Page很朋友 我們經常半夜聊天 他去探望Larry Page 但是怎樣聊一聊 他發現這傢伙原來不太妥 Larry Page 是完全沒有regard to AI safety 和ethics 就是這個道德倫常觀念 他說 他只是想衝去 他會盡快達到AGI 就是盡快成功 製造這個神出來 所以他就和他割席 所以他說 他就去Found了這個OpenAI 誰知道OpenAI 拉了一個Sam Ackman進來 到最後那個人更次交化 那個人變成closed system 我不是一定反對這個人 就是他no longer open 而且呢 就由非牟利 現在很明顯改了做牟利 所以現在Elon Musk也在告 Among other people 都在告OpenAI 說你改變初衷 他是co-founder之一 他現在在告他 而Sam Ackman 剛剛我不是說 大企業每年投幾百億下去的 已經很誇張了 Sam Ackman現在全世界飛來飛去 想掌握錢 7 trillion 7萬億美金去搞他的AI project 包括硬件 而Microsoft也有個叫Stargate的program 是1000億美金投下去的 再說一次 就是因為這些人這麼年輕 他是fullly in control of公司 他已經超級有錢 他根本不是這麼受短期的業績的壓力 就是投資者的壓力 對他不是影響很大 雖然最近Tesla Elon Musk突然間正經起來 可能沒有再吃大麻 就get on the conference call 搞完之後又飛去北京 所以導致股票夾一夾 因為可能他pledge了很多股票 可能有margin call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這麼專心搞這件事 就是放火箭 還是搞X.AI 各有前因 但是Mark Zuckerberg 這麼年輕 已經這麼有錢 他是不是很理會短期的股東壓力呢 其實Google 其實幕後的老闆還是很年輕的 就在Amazon Jeff Vizel 只是說名去了休 但是他還是很大股東的 那麼這些 個個都是這樣 尤其是你以Amazon為例 過去30年的大半時間 是沒有PE 或者很高PE 這家e-commerce公司 都很多信徒 是願意原諒他 長期是不賺錢 就是股價很高很高 這樣才慢慢下來而已 所以現在 如果你說NVIDIA 老闆當然也是很有精力 現在 他的人氣 可能也超越了Elon Musk 喂 他那個PE 二十幾三十倍 都是無限的 所以你說泡沫 一定不是很大的泡沫 還有你說 會不會放棄這個競賽 因為短期沒有找到Killer App 我覺得真的很不像 這幫人在追求 Create God 這個Mission這麼偉大 你想想想 幾多千年前 五千年前 六千年前 起金字塔 某程上都是一個 宗教的原因 就是膜拜著上天 然後 你中世紀的教堂 隨便任何一個偉大的教堂 現在還拿出每年幾百萬遊客去看那些 米蘭 英國 荷蘭 周圍那些大教堂 意大利那些 全部都是 建了一百二百三百年 整個town的資源 被他用了下去 全歐洲最厲害的藝術家拿去畫畫 挑剋 他們是崇拜主 他都覺得值得了 現在你是創造主 現在這樣的資源下去 沒有人會覺得太多了 每個人都會相信 就是說這些 這些超級有錢的人 他們相信 連他們的投資者可能都會 剪刀他們 都會願意追隨他們去相信 這個夢想太吸引了 那反而 但是呢 那個瓶頸在哪裡呢 都不是 都不只是錢 就是你願意去花這個錢 我認為 人類 你說那個chips 好像NVIDIA夠不夠啊 或者Cowars夠不夠啊 可能都不夠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清楚了 那個瓶頸將會是能源 因為你這個AI 他跟人 跟我們很快 吃每天2000cal 就已經夠了 這樣 但是他們呢 是很厲害的 一個AI data center 對比一個 不是AI data center 用的電量 是4倍 6倍 10倍的 是說150個MW 對比可能近一個GW 而這個已經是六七倍的分別 而且你現在加速發展 所以那個需要的能源量 會是幾何級數的 所以現在炒股票 也是炒一炒 炒一些utilities 炒一些power equipment company 特別為AI center 設計的那些公司 就因為 所以現在好像說 這個AI data center 佔譬如美國 是2%的用電量 那麼到2027年 就是說3年後 已經估計是去到8% 9%了 就是幾何級數 那麼它的味道 當然很近似以前 說挖crypto 但是挖crypto 除了現在bitcoin 這陣子下來了 就是 除了說我不信央行 我不信美金 還是有些人說我要走私漏稅 我要賣毒品 terrorist 那些要用 其實實際的用途是不多的 再說一次bitcoin 多有用 但是到最後 原來blockchain 是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現前還沒找到 所以很快些人就會縮牌 就是說 用這麼多電 浪費電 那不要讓它用了 禁止它 或者好像真的 有一段時間 好像過街老鼠一樣 雖然Binance的老闆 最近終於了斷了 判四個月期很輕 出回來四個月後 不用18年後就好看 四個月後就變回了一個很有錢的人 雖然罰了四十多億 但是他估計還有四百億身家 還是多少 美金 但是anyway 如果crypto不值得投資這麼多 metaverse又怎樣 metaverse又是 哇 Facebook一改名 立即PK 沒有人真的想套著頭 去immerse這個世界 虛擬世界裡面 所以那個東西是很虛的 不是很work internet當然現在很有用 但是很多人都會形容 喂 他也是 夢想來得太早太大 2000年後就先爆一次 然後慢慢重整旗鼓 再上回去 當然現在就證明是很有用 這樣 我覺得 絕對AI都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 我再說一次 好像有點不同 這次是追求夢想更加偉大 就是要製造神 製造上帝 不是開玩笑 那誰肯突然間放棄 就算要浪費多幾年時間 再浪費多幾千億下去 那麼 Bowltonet還有一個就是能源 那你的電網的負荷頂不順得順 那你現在有電氣化 比如說汽車 EV 雖然今年美國應該不增長 但是全世界都還是有20%的電動車的增長 那麼我上次也有說了 那麼你電動車增長都快 那個網上面的再生能源的增長 所以你都可能導致多了碳排放 燒一些煤 那麼這個AI data center就更加明顯了 已經很多的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是跟那些utility簽合約說 喂我多給七成錢 你手要供了些電給我先 甚至乎美國尤其是 有些已經停了產很久的核能 核電廠 現在都說開了 就是特別為這些AI center供應 但是我想你美國 如果要開舊的核電廠 都有很多regulation的問題 但是你說起新的 30年還是40年都沒有起過 就是大家都很怕這個fission的核電廠 那麼當然又說了70多年 另一個蘸生技術就是fusion 但是fusion我最近又檢查一下 我想都還要距離10年20年 但是那個running joke就是70多年來 那些人都是說fusion的發電距離10年20年 但是每10年20年又吞噬10年20年 那麼我不是特別樂觀 對於fusion 那麼你fission當然有核廢料 其他問題 那麼那樣東西 會不會蓋好多呢 我不知道 那麼再生能源當然好 但是它不穩定 有電池的瓶頸 所以沒有人相信 就是無論電動車也好 但是尤其加上AI data center 或者應用influencing 所以AI佔地球的排放 碳排放是1% 但是到了2030年 會成為6% 這個增長就是完全因為AI 而多了更多的碳排放增長 那值不值得呢 會不會成為一個爭議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我猜到了緊張到 譬如AI要跟這個household的電力搶的 或者跟電動車搶的 那會成為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like I said big tech很願意給很高的電費 去搶一些電 來用到AI center 所以我的比喻就好像拜神 那樣 那你現在為了拜這個神 或者create這個神 你就裝很多香 燒很多很多的香 這樣才能夠達到效果 就是 但是如果你說人類有件事是 願意為此而犧牲地球的 可能就是製造上帝 製造一個神出來 可能你寄望就是製造到這個神出來之後 他比你更聰明 他有個方法幫你解救地球的問題 包括這個氣候變化 可能會幫助你移民去火星 可能他會幫助你找其他方法減排 但是我就覺得小心就是他想到其中一個方法 減排會不會是例如說 我不如內中核爆一下遮住太陽 就好像我以前說 geo engineering 還是引導人製造的火星爆發 然後他可能沒有什麼 regard for human life 原來少了人類 那就少了些排放 還是他根本是inorganic 他可能不跟我們 依靠這個biodiversity 可能AI認為不太需要很多的生物種類 就是某時候再說一次 可能那個life form 在地球反而由carbon 我們現在外太空找到carbon base的東西 就很開心 但可能人類在地球的所謂智慧的變化 就由carbon跳去silicon 都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覺得阻不了這個競賽 去追求create God create神 無論他是全能 還是只不過好像孫悟空那樣 但是這個競賽太級人 是不會停止的 所以大家 無論是作為 投資者 還是作為一個人類的一份子 都值得去考慮一下 OK 謝謝